在这种对抗当中,穆罕默德的身高必长的优势非常明显,而且他的力量,进攻的力量很大 所以穆罕默德呢,由于冯磊的个头相对比较低呢,所以把自己的双手的防护就放了,几乎是放到腰部了 这时候看到穆罕默德是反驾选手,而且在步步紧逼的过程当中显得非常放松 而且其实看起来穆罕默德的移动速度和身体整个的灵活程度并不弱 虽然有这么大个子,刚才连续的几个步伐前进后退的调动啊,让冯磊的反应很大 冯磊这时候确实是有点鞭长莫及,够不着 哦,袭击,面对如此高出自己身高的这种选手的孤竞的顶期啊,压力非常大 是,这时候冯磊要么是又使对方进入,打一个合适的距离 要么是有效破坏于对方的这种手脚的这个屏障,打自己合适的距离 这个时候冯磊第一个呢,你在远处呢,你要很远很远才行 是的,离开这个穆罕默德这么长的攻击距离 对,但是你要近呢,就要黏住对手 而且你近着打击的这个角度啊,身体跟这个头部要转换的特别快才行 是,而且他近距离的话,穆罕默德还有这种孤颈的膝状 也是很危险,杀伤力很强 所以这场比赛来讲,对冯磊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 考验冯磊的这个战术改变的这种能力啊 对,当然也得看,冯磊是不是有效能够打中对方的这个要害部位 你看,其实对于头部的防守来说 穆罕默德一直是,基本上在这场比赛呢,是放弃了 是放弃了 面对冯磊对头部的攻击呢,他只是一个简单的一个脑 我可以讲,所有的腿把腿把都躲过去了 对,所以就是我们中国武术奖,手势两扇门,全凭脚打人 这个,这两扇门的防护作用啊,穆罕默德几乎放弃 哦,我们看穆罕默德一门非常这个有威胁的进攻啊 连续的拳法家扫踢,对,进身之后又是膝状 对,哦,扫腿,哦,又是蹊跡 你看这时候穆罕默德这个身高和腿上 他很轻易的能够一抬膝就顶重 呃,冯磊的这个头部和面门 而且力量又是这个时候就显了无鱼 对,刚才冯磊试图抱住穆罕默德顶系的腿啊 给他揉,把他抱起来,摔了 哎,这个冯磊打比赛一定要 一定要这个全神 然后再问一下 我只能将这个人送给你 对,那么我只能承认 那是这个人送给你 对,那么我现在就能帮他 我只能帮你 我只能帮你 然后我只能帮你 我只能帮你 像我一样 我只能帮你 好,我只能帮你 你一样 你只能帮你 我只能帮你 第二回合啊 我们看啊 冯磊拿这个高个儿的穆罕默德 也没有什么新的办法 这个时候穆罕默德 在我这个角度看起来 穆罕默德的后腿的扫踢 应该是对冯磊来讲威胁最大 后腿扫踢 因为他踢出去的距离攻击范围都比较大 力距比较长 所以力量很大 你看这个扫踢确实是 你想跑都没法跑 你往后撤的时候 因为你后撤的这个速度稍微慢一点的话 我就腿太长了 感觉整个的扫踢能够划过半个围台 就过去了 确实腿非常的长 这个时候穆罕默德就是要把对方逼到绳脚当中去 所以冯磊啊 千万不要中这个套 要出来 你在绳脚之后 你左右一动就完全受限 只有前边一个方向 你离他近他会打你 刚才是冯磊出后手的时候 穆罕默德同时的后手迎击拳 绕过冯磊的这个后手拳 这个路线的内侧 对对对 直接切过他出拳的内侧 这两人同时出后手拳 是 穆罕默德是从内侧进去的 而且手臂又长 直接提前打动了这个冯磊的下巴 要不再打动了这个冯磊出后 为什么要让他打动了这个冯磊出后